安安 應該是蠻有通 好 因為這場我要講的東西是 Windows Instruction 101 from 0 to ROP 那講的是關於Mailway在 怎麼把自己偽裝成其他process 或者是劫持別人process的一種技巧 那所以你們有些人可能看到這個名字 可能會覺得說是打Kernel的什麼的 沒有 就純二億城市的攻擊手法 對 好 那我們先開始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叫做馬勝豪 那有些人可能有看過我的名字 就是AADDRESS1 可能是在線上遊戲看到的 或者是買外掛買過的 那有人喜歡叫我AD 因為名字太長了 好 那我今年有 就是我現在是來自於去Root的讀書會 那我之前是TTH的Commember 那我去年有當過TTHConf的2016議程組長 然後今年是2017的活動組長 那我精通C&C++ Windows特性跟逆向工程 我覺得啦 那有大大請不要編我 如果有大大的話 好 那有聽過我演講到可能有聽過 HitCon C&T2015聽我講過 或者是2016我講過Pokemon GO的不用越獄情況下去做Patch 然後CCon 2016 2017 然後IT Home缺乏Day 那其他的Conf這樣子 好 那在講正式之前 我要先講一些MMM的事情 首先是 我本來以為 就是因為這個 要講Windows Injection的東西 其實不常有人蒐集這類型的東西 但是 這是我的嗜好 我有蒐集這些攻擊技巧 然後我想說 不如一次灑出來 讓大家覺得很amazing的感覺 看能不能投稿上 結果就是 我本來想說應該沒有人整理 結果沒想到在 那時候我那個 HitCon的CFP 它最後截止是7月14號 結果7月14號截止之後 我偷稿完之後 結果7月18號就有一篇 整理跟我一樣的東西 不過少我一點點 對 那我今天 如果你們有看過這篇 Surface的可能有一部分是重疊的 那我會講一些進階的攻擊技巧 好 那COC的部分就是 因為我也很想睡覺 所以你不要比我早睡 然後 如果有發言的話就舉手 那在這個會場 不要吸煙 抽大碼 不要跑白蜜 不要玩蝶 不要摸八圈 不要吃鹽酥雞什麼的 好 那正式開始 首先是電腦病毒是什麼 首先 很多人覺得電腦病毒 可能真的是病毒 那事實上電腦病毒 其實也是由開發者開發出來的 那它在Windows上的電腦病毒 也是由主流 也是用PE去寫的 一種叫 也是用 寫出來也是 它也是一種EXE 那EXE這種格式叫做PE的格式 那這種格式在 對 目前很多惡意城市來說 現在大家有裝防毒 那 防毒來說 有分動態跟靜態的查殺 那靜態的部分 我們要先提靜態查殺是什麼 那比如說 靜態查殺的部分 比如說像PE結構 有玩過PE 有玩過reverse的人 就會知道說 我們的PE結構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text的區段 那這個區段裡面會放 二億城市的程式碼部分 當然你開發者 開發出來的程式的程式碼 也是放在這個區段裡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已經分析出 我是二億城市的分析者 那我已經分析出 你的程式碼 再放在比如說 0xdate的這個位置 地方會放一個二億城市碼 那二億城市的 防毒安體下次要檢測的時候 就檢測你某個位置 偏移某個位置之後 那個位置有沒有放 這樣子二億的函數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 一致二億城市 那所以像這種方式 你們有在玩免殺的人 就知道說 我是不是只要 很多人都跟你說 只要套個殼 比如說套個UPX 或套個MPRESS 或者其他的殼 套個殼上去 就直接過免殺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靜態的查殺 基本上就是針對位置偏移 或者是去看 你有沒有一些特徵 記憶體 你的執行程式的內容裡面 有沒有一些函數的特徵 那我們只要套一些殼 就可以做免殺這樣子 那所以現在一般來說 基本上你用的防毒安體 基本上如果你還在用那種 只有純靜態的防毒安體 拜託丟掉它 不要用它了 現在防毒安體的攻防戰 已經打到動態的部分 就是我們動態查殺的部分 那動態查殺 會大概像這樣子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直接帶快一點 那二一層是目前 在做一些行為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呼叫一些API出去 那我可能在Ring三層 會最後去透過 KiSystem Face Code 送訊息出去給Ring一層 那很多防毒安體 就在Ring一層的地方 去分析你的API 呼叫了哪些API組合 來確定你是不是一致二一層式 所以 可是 比如說 今天你的 Chrome 或者是Fiveox 或者是一些正常的層式 你安裝的一些層式 那些層式可能是 正常的層式 比如說是Google的層式 可是Google的層式 需要定期去確認 它的層式 需不需要安裝更新 所以比如說 Google可能會把自己 設為開機啟動向 可是二一層式 是不是也會想要 把自己設為開機啟動向 每次你電腦一開機 我就想監測你的行為 所以 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說 今天 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大家都在把自己設為開機啟動向 可是我怎麼確認 你是不是二一層式 所以 目前來說 很多 大公司開發的產品 就會包上一個數位簽章 那 只要有數位簽章 防毒安體就會放行你 就認為你是好寶寶 就不會去 阻擋你的攻擊行為 那 可是 這時候就會想說 那二一層式開發者就想說 那既然 你現在的防毒安體只要確認 你的 你的Mailway 你的二一層式 是沒有數位簽章的 然後 我就直接阻擋你任何行為 你做任何API的組合 我就認為你有讀 所以 二一層式開發者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想辦法把我的程式 要做的一些 二一的事情 放到別人的程式裡面去執行 那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 我要怎麼把我 我想要做的二一的事情 在別人的process裡面去做執行的部分 那 主流的一些這種技巧來說 首先你要先 就是二一層式會想辦法辦法 把自己的二一層式碼 注入到別人的process裡面去執行 那 首先要先把自己的程式碼 拷貝到對方的記憶體裡面去之後 那 這時候再把自己 想辦法把自己 把對方記憶體裡面 自己的程式碼 可以執行起來 那這個時候對防毒安體來說 他看到發送這個API 或者是攻擊請求的行為 是由比如說FB Messenger 或者是Fyfox 之類的 大公司出產產品 他就會放行 那事實上 他那些程式裡面 記憶體已經被改變為 二一程式的程式碼 所以 我們今天在探討 二一程式碼 在怎麼攻擊的時候 我們要探討 二一攻擊怎麼做 injuration的時候 我們要探討的主題 會有 總共有三點 第一點是 我們要怎麼把我們程式碼 拷貝到對方的記憶體裡面去 第二點是 既然我們成功把自己的程式碼 拷貝到對方記憶體裡面去了 我們要怎麼把它 就是把它執行起來 那第三點就是 我會探討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技巧 來想辦法把自己的程式碼 注入到對方記憶體裡面 然後再把它執行起來 那第一點 那針對第一點來說 大家想說把自己的程式碼 寫入到對方記憶體裡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比如說Kernel32的 Write Process Memory 或者是NTDL裡面的 Anti-Write Virtual Memory 那或者是說 最近大家有聽過 Altem Bombing 或者是 用State Window Loan的方式 去做組合記憶攻擊的 那這我後面會探討到 或者是 你可能還有一些 Exploit的方式 那是我沒有想到的 那你可以 歡迎跟我探討 那再來 你要執行起來 最主流的方式 你要怎麼在對方 把對方的記憶體裡面的 某一段程式碼執行起來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用Creative Remote Thread 或者是用 Anti-Creative Thread Ex去創一個 就如果對方的Thread 不願意執行那段程式碼 那我們就直接創一個 新的Thread 在對方的Process裡面 然後強制那個Thread 去執行那段程式碼 那 可是這個行為 其實非常的明顯 就是呼叫 因為一般會呼叫 這些API的程式並不多 所以 後面就會出現一種方法 用Kernel32的Cue User APC 或者是 Anti-Cue APC Thread 就是 去要求 用排班的方式 去要求 對方Process裡面的 某個Thread 如果那個Thread 他手邊的工作做完了 現在是空閒狀態 那就必須去接我 現在 要求他做的那個任務 那這是用排班的技巧 去做攻擊 那 其他的攻擊方式 比如說像是 IAT表的hook 那就是說 我確定你的某個Thread 定期會去呼叫某個API 那我就把那API給修改掉 改成我的Share Code 那或者是其他的攻擊技巧 後面會做探討 好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這是比較需要 knowledge-based的 就是比如說有 RoundDL32 或者是改註冊表 或者是DL-Site-Londing 那 SIM 或者是用 SetWindowhook HookEX 這種方式 好 那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 從最簡單不需要基礎的部分 開始講 那 RoundDL30 RoundDL 或者RoundDL32 那你可以在你的Windows裡面 下這個指令 那 它下指令的方式像這樣子 就是RoundDL 然後你的DL入境 跟你的DL裡面的函數 那 你只要下這個指令之後 系統的這支RoundDL32 就會去把你那支DL 給載入起來 然後去執行你DL裡面的那個函數 那你就可以觸發函數事件 然後把自己的程式碼給執行起來 那這個沒有什麼技巧 就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叫做SHIN 那這個東西是 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台灣有很多代理商 在代理一些外國的產品 那外國的產品是可能已經 他們已經停止去更新 update他們程式很久 比如說他們是XP時代的程式 可是現在Windows已經不只是Windows XP 有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8 Windows 10 之類的 那可是我們從比如說 Vista更新到Windows 7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API改變 或者是參數改變 或者是某些API不給使用了 可是萬一那支程式 還是需要去呼叫那API怎麼辦 所以 微軟有提供這支程式 那它可以提供你去針對某一支程式 去上一個patch包 你可以利用這支程式 微軟這支程式 產生出一個patch包 比如說某個API它要呼叫的時候 這個patch包會要求這支程式 不能再呼叫原本的API 改用其他的API 或者是這支程式要去呼叫另外一支程式的時候 就直接禁止它呼叫這程式 改去呼叫其他的程式 那比較有趣的是 微軟提供了這個patch包裡面 直接提供一個patch的功能 叫做inject DL 就是它直接允許你 去對某支你代理 你要上patch包的程式 直接去注入DL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是 你玩某家線上遊戲公司的程式 然後那一家線上遊戲 它房屋做得很好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幫那一支程式 線上遊戲上一個patch包 然後要求它去注你自己寫的DL 你的DL就直接被掛債起來了 好 那再來就是比如說註冊表的方式 註冊表的方式 比如說有debug value的方式 那我們會把它稱為IFEO 那就是在這個註冊表底下 它會 你可以在裡面指定說 比如說 我覺得我的notepad有問題 那我的notepad執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能會需要 notepad執行起來 需要用調試器去做調試動作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註冊表裡面去指定說 比如說 我要指定 Chrome執行起來的時候 去呼叫 Mailway.exe 那下一次 只要任何的程式想辦法去把 notepad 只要把Chrome執行起來 這時候它就不會去呼叫Chrome 而是先把 它會優先先把我們的 Mailway.exe給執行起來 而不會去呼叫Chrome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app.init.dls這個註冊表 那這個註冊值的話是說 這個註冊值裡面 你可以建立一個名單 那這個清單裡面 你可以設定說 你有哪些 你可以設定一個DL的清單 那每支程式 只要process 建立起來之後 它就會去找這個註冊表值 然後去把清單裡面的每個DL 給加載進你的process的內容裡面去 好 那到目前為止都是比較不需要技術成本的 就是一些微軟出的功能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overuse 把它濫用成惡意程式攻擊手法 那我們現在開始介紹一些 比較基礎的註冊方式 那如果你有開過debug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記憶體分配 每支process的記憶體分配 那你可以看到它process的記憶體分配 大概會像這樣子 首先是每支process 它的程式模組的記憶體位置可能會不一樣 那在XP底下一般會是一樣的 那在XP之後的程式可能是 就是WIN7開始你可能有開ASLR的防護 那它的記憶體模組位置就會隨機化 那其實它的位置有沒有隨機浮動 這是要看那支程式它有沒有開這項防護 那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的是在說 每支從WIN7之後有ASLR之後 有ASLR這個防護之後 儘管你的執行程式的記憶體位置怎麼浮動 可是你的系統的每個模組的位置 在不同的process之間是一樣的 比如說 Mailware的process裡面有NTDL 這一個DL函數庫 那在Messenger跟Chrome的裡面 它也有NTDL 他們DL位置會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個特性會在後面用到 所以我們今天要 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把自己的程式碼 在別人身上執行 那我們執行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第一個是我們要先用 Vitual Allocate EX去申請記憶體空間 然後我們先在Chrome的process裡面 申請一段記憶體空間 那申請完這一段記憶體空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share code 透過Write Process Memory 去把我們的share code整份 拷貝進去到對方的process裡面 那最後我們可以透過 Create Remote Thread 去創建一個新的thread 然後要求它去執行這個share code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share code 在對方的Chrome裡面執行起來 好 那大數量程式碼會像這樣子 因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平白無故 就可以直接申請記憶體 直接寫入記憶體 所以你要先 先建一個snapshop 先建立一個快照 然後暴力列舉出 你要的Chrome是哪一支程式 然後你的Chrome的process ID是什麼 然後你再用Open Process 去對那個process 申請出存取權限 拿到存取權限之後 你就可以去 申請記憶體空間 然後寫入記憶體空間 然後Create Remote Thread 然後去創建 對那個share code 創建出執行權限這樣子 好 那你會說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說過 就是Create Remote Thread 其實是一個非常敏感的API 所以很多人就會用 排班機制方式 去要求其他的thread來執行 那一樣我們會先去 需要申請記憶體空間 來存放我們的share code 那我們就先用 Vitual Allocate EX 去申請 Memory的記憶體空間 那申請好記憶體空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 Write Process Memory 去把share code 一樣先寫入進去 寫入完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的crown 一隻crown裡面 不可能只有一隻thread 它可能會有很多 它可能多線成多工的 所以它可能會有多個thread 那可能 我透過這個API 用這個API 可以去創建出一份snapshot 然後列舉出 目前系統上有多少個thread 正在運行 然後我們找出 crown上面有跑哪幾個thread 那比如說我這邊舉的例子 它的crown上面可能跑了thread1 thread2 thread3 thread4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 Cue User APC 這個API 去要求thread的ID等於1234 這四個thread去執行 給它一個記憶體位置 叫它去執行 那個記憶體位置上的東西 那thread1234 現在手邊還有工作 所以它會等到 手邊的工作做完之後 它就會去執行 我們要求它執行的 那個記憶體位置 那這個方式就是 一般來說 大家說用APC injection的方式 大致上call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我們不需要去 我們寫入記憶體的時候要用APC 那我們這邊的話 大致上重點就是在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快照 然後暴力列舉出 對方process裡面有多少個thread 然後對每一個thread都去openthread 之後要求對方去用 Cue User APC 去執行我們的函數位置 好 那在這邊完成之後 你都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探討的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在sharecall上面 那sharecall長得像這樣子 大概就像這樣 就是各種跳脫資源 那sharecall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對二一層式開發者來說 你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x86的sharecall 根本不能在64位元上面跑 所以就有人想說 那既然我現在不想再維修這段sharecall了 就是sharecall可能會因為64位元 或者是API 或者是反正sharecall的可疑之性非常差 那所以有人就想說 那我不想單純注入某段組合原程式 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注入整支程式進去 那這種攻擊手法就是要pe injunction 那大家如果跟我一樣很閒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用7deep去打開exe 它是可以開的 那開起來你可以看到各個區段結像這樣子 然後它的虛擬地址在哪裡 然後大小或像怎樣 那如果你無聊可以去看一下pe的結構體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有dose header 那dose header裡面會有ntheader 那ntheader後面 開始就是 ntheader後面結束開始就是 第一個setion的header 第二個setion的header 第三個setion的header 第一個區段的區段頭 header的部分 那每一個header都是一個叫做 它的結構體都叫做emerge session header 那emerge session header裡面總共分為 重點分為三個東西 一個叫做virtual address 那另外一個叫做size of raw data 跟point to raw data 那這三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virtual address的意思就是說 我目前這個setion 它希望它在被執行起來的時候 要被放在記憶體的哪一個位置 就會記錄在這一個結構體裡面 那point to raw data就是說 這一個setion 這個區段它的 這個區段它是區段頭嘛 那它的區段裡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由point to raw data 它指向過去 session data裡面去 那再來就是size of raw data 就是你有了資料 但是你不知道它資料到底有多大 那就是由size of raw data紀錄 所以 二一程式就可以透過 它就可以模擬整個 Windows的PE裝載器 在模擬執行整支程式的方式 它可以先建立一個新的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偽裝成Chrome 那我就可以先create process 去create一個新的Chrome的process起來 然後我先把它暫停 那這個時候 我創建了一個Chrome的process暫停之後 它的所有記憶體還沒有分配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自由分配 各個記憶體上去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先透過 Visual Allocate EX去申請記憶體空間 在那一支程式想要被申請的位置上 那那個位置就會記錄在Emerge Base裡面 那再來我要申請多大的空間 就是記錄在size of Emerge這個結構體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 我們剛剛申請出來很大片的記憶體 分配成一個EXE該被執行起來的樣子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透過Writer Process Memory 把整個從我們自己2E程式的本身 從Emerge Base開始往後複製 複製size of header這麼大的大小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整個header給複製進去 那接下來就是區段的部分 我們剛剛說我們程式有很多個區段 比如說有點text區段 或者是點data,點rdata,點relocation之類的 那比如說第一個區段就是session header 我們剛剛說我們session header裡面會有 Point to raw data,Size of raw data跟Vitual address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Vitual address 知道目前這個session 希望被存放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上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Point to raw data 取得它的記憶體內容 然後透過Size of raw data 這個記憶體內容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記憶體內容在哪裡 然後東西要從哪裡寫到哪裡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透過Writer Process Memory 把整份資料從我們自己 以程式裡面的Point to raw data寫過去 拷貝過去對方的process裡面 Vitual address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複製一個session 複製兩個session 然後最後把所有的session都複製過去之後 最後我們把所有的區段都分配在 每個session都複製在它想要被分配的位置上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 我們剛剛說我們quit的那個session 我們quit的那個session 然後給大家看 就是創建起來的樣子 那這種技巧 pe injection這種技巧其實有非常多 那這種攻擊技巧一般來說 我們會叫做process hollowing 那攻擊技巧起來像這樣子 我們執行程式在這邊 那好像有點小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支程式叫做process hollowing hicon 2017然後按notepad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這支 我們可以透過工作管理員去看這支程式 是誰執行起來的 我們可以從這邊 它的訊息視窗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記憶體 它的處理器 它的處理器現在是notepad身上 也就是說這個message box 就不是由notepad自己跳出來的 但是它的程式 確實指向notepad 那這種攻擊技巧就是 我先對notepad 產生出一個暫停的notepad起來 然後我把我的程式碼 全部注入進去之後 修好我pe原本 應該記憶體每個區段 要分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把它的thread 給恢復運作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這樣子 一個process hollowing的攻擊 那接著再來就是del injection 那你剛剛可以聽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們想要實做一個pe injection 就是我們需要去修整個區段的記憶體位置 那甚至你的二一程式 可能還會有其他資源檔之類的 那你的資源檔還要特別去修 修復位置之類的東西 所以會非常的麻煩 所以說有人就想說 那我能不能直接生產出DL 那我要先介紹 LongerLibrary這個API 那比如說今天有一支 有一支程式 叫program.exe 那它今天會呼叫 LongerLibraryA 去引用junk.dl 這支DL 那這時候它呼叫這個API之後 LongerLibraryA就會把junk.dl找到 然後把它存放進 我們自己process的memory裡面 最後 LongerLibraryA它確認 整個模組都被載入進來之後 它就會去呼叫 這支DL裡面的DL main 跟DL entry的事件起來 那所以我們只要把 我們的二一程式的程式碼 想辦法去 我們寫一個二一程式的DL 然後想辦法把對方 這支program 我們確定這支program 會去引用到DL 給取代掉 換成我們自己二一程式的DL 然後放在DL main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 一個hyjunking的技巧 那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說 LongerLibraryA它可以 會把我們的DL 給加載進來 然後去觸發我們的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在 DL main跟DL entry裡面 去放我們的二一程式碼 所以像DL DL injection這種方式 攻擊技巧會像這樣子 我們一樣要先透過 Vitual Allocate的EX 去申請一段記憶體空間 然後比如說 我們想要注入的DL 是c槽hola.dl 那這時候 我們就把c槽hola.dl 這一串字 拷貝進去 用WriterProcessMemory 寫入到剛剛我們 申請的那段 記憶體空間裡面去 那接著 直到我們剛剛說 系統的函數庫 不論是ntDL Kerno32 U32DL 它的記憶體位置 都是固定的 所以說 我知道 Mailway知道 它自己的 函數庫的記憶體位置 在哪裡 所以它也知道 Chrome本身的記憶體位置 在哪裡 所以 我們就可以透過 Longer Library A 這個函數是在 Kerno32.dl裡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 CreatedRemoteThread 然後 要求 Chrome 它 就對Chrome 創建一個新的Thread 要求那個Thread去執行 Longer Library A 然後Longer Library A 的參數就是 可以傳遞 我們剛剛給 申請的記憶體空間 存放的c槽hola.dl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一次 DL injection 好 到這邊為止 就是 其實上面講的這幾種 都是比較老套的攻擊手法 就是 就是 後面開始就是比較 最近大家有聽過一些 APT新聞可能會看到的 比如說像 有人有在 關注一些外媒的新聞 可能會看到這種東西 比如說 DL hijacking issues 那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新聞裡面 可以看到底下 有一些重點 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攻擊技巧 常常像 Firefox Chrome 那 Adobe Reader 7zip Wing IR 或者是 甚至到Apple的iTunes 都可以被拿來做劫持 那這樣的攻擊技巧 算是什麼東西 那我這邊 拿Google Chrome 作為例子 那 比如說大家都有裝過Google Chrome 那Google Chrome 如果你裝過Google Chrome之後 你可以去用一些 分析工具 去看你的 去看你的開機啟動項 你會發現你的開機啟動項 在裝完Google Chrome之後 多了一個叫做 Google Update.exe 那Google Update 你可以拿起來分析一下 你可以先看到 它有數位簽章 就是2017年4月22號 都還有效 那你可以更新 你可以用更新版的 Google Update 那 Google Update的工作 其實就是 確認你的Google Chrome 需不需要更新 然後幫你做Google Chrome更新 好 那它的程式碼像這樣子 它有一段程式碼 你用iApple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 2F64CA這個位置上面 它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取得 目前自身的 自己 Google Update.exe 其它的目錄在哪裡 然後找到 自己目錄底下 有一個叫做 goop.dat.dl 這一支 DL的函數名稱 然後它就把它組合成 它就找到目前 自身目錄底下的 goop.dat.dl的 絕對路徑 那找到這個絕對路徑之後 你可以往下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它 最後呼叫 Long Delivery.exe 然後去把 自身目錄底下的 自己目錄底下的 goop.dat.dl 給Long Delivery起來 然後去找到 DL Entry去呼叫 所以你會發現說 Google可能想偷懶吧 就是它希望 每次更新的時候 都可以快速的 根據不同的版本 可能更新不同的DL 然後 不同的版本 可能要做不同的更新事件 所以它就直接把 任何更新要做的事情 放在DL裡面 然後動態的加載這個DL 那 這讓我們有一個 方便的供給管道就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 Google Update這支程式 會去呼叫 Long Delivery.exe 去呼叫 goop.dat.dl 那 它這時候呼叫完之後 它就會把 goop.dat.dl 給加載進來 那事實上 它這個時候 你在呼叫 Long Delivery.exe 去 引用 goop.dat.dl 的時候 事實上它就會 系統會幫你觸發 DL Entry跟DL Min 不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自己 還要手動再觸發一次 就是 它可能規法上有問題 就是 如果你寫過這個攻擊手法 你會發現它會引用 它會觸發兩次DL Main Function 好 那接下來要講 我們剛剛講的這種攻擊技巧 其實 有人叫做DL Hijacking 或者是 有人會把它稱為 DL Sidonting 那我接下來要講一些 DL Sidonting的進階攻擊技巧 好 首先是 我要講一些 我應該算是去年底的時候 發現的一些 Windows的API實作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Get ICM Profile 這個API 那這個API是什麼 當初我在分析 Google的 Chrome的 Sandbox的時候 發現的問題 就是 你在開Chrome 然後瀏覽到一個 新的頁面的時候 這個Sandbox 會確認你的 網頁的頁面 是不是合法的活在你的 那個Sandbox裡面 那它這個Sandbox 會呼叫到 Get ICM Profile W這個API 那你說這個API 它不是只呼叫API嗎 這API有什麼問題 那 這個API 是在 Sysaw System 32 底下的一個DL 系統的DL 是在實作的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呼叫了 Get ICM Profile 這個API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最後會去 用一個叫做 ICM Initialize 這個API 你可以跟進去看 ICM Initialize 這個API 是怎麼實作的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實作的時候 它會先去呼叫 Long的LibraryW 然後去 加載MSCMS.DL 那 這個時候 它理論上 它在Long的LibraryW的時候 它這個應該去 引用到Sysaw System 32 裡面的 MSCMS.DL 然後 它再把 這個函數庫 加載進來之後 去找它要的API 加載進來 做初始化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我用 OLED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原本去呼叫 Get ICM Profile W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的Stake這邊 就往上漲 最後就去呼叫 Long的LibraryW 然後MSCMS 就加也進來了 可是 在講之前 我們要先說 Long的LibraryW 是怎麼運作的 它這個是怎麼實作出來的 首先你去用 AdApproach去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Long的LibraryW 它的參數像這樣子 就是 如果你是呼叫 Long的LibraryW 或者是 Long的LibraryA 那它最後 這兩個值是0 然後前面是傳入 你的 那個DL的名稱 那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底下 它去呼叫一個叫做 KernelBase或者是 Kernel32的 BaseGate ProcessDL Path 這一個API 那這個API 它會回傳一組清單 那會像這樣子 就是 其實就是你的 系統裡面有一個 環境變數 它就是把環境變數 給列舉出來 比如說 Sysaw Windows System32 Sysaw Windows System Sysaw Windows 然後 其他的路徑 那這個是在我的虛擬機 裡面抓到的路徑 那 這份清單底下是環境變數 但是第一個 永遠是你 目前的執行目錄 所以 這樣子這邊 就可以達到說 它接下來就是用 4回圈的方式 去嘗試把 你傳入給 Long Delivery W的 那一個 DL名稱 嘗試去在 剛剛那一份名單上面找 到底這個DL名稱 是在 哪一個執行目錄上面去 所以它的狀況會像這樣子 我們知道 Kern的Sandbox 會去呼叫 Gate ICM Profile 那 它呼叫進來之後 它就會 我們知道 Gate ICM Profile 它的Initialize 會去呼叫 Long Delivery W 然後去 加載 MS CMS DL 那理論上應該是 System32 那這個時候 它這時候又呼叫過去 呼叫 Kernel32的 Long Delivery W 那Long Delivery W 這時候 它這時候吃到參數 是 MS CMS DL 然後這時候 我們剛剛說 KernelGate Gate Process DL Pass 這個API 會列舉出清單 就是第一個清單 是你的執行目錄 然後底下是環境變數 那這時候 它就會嘗試把 MS CMS.DL 這一串字 拼接上 這一串名單上面 那它就會去找 如果第一個 第一個就找到 它就會往下 它就直接把它加載進來 它去Check 這份名單上面 到底哪一個 哪一個是 這個DL是在哪一個路徑上面去 那這時候 預設情況下 因為在自己目錄底下 找不到MS CMS 理論上 應該找到 System32底下 但是因為 現在我們 現在故意擺了一個 叫做MS CMS.DL 在Kernel的旁邊 所以這時候 Kernel就會優先 加載我們的MS CMS 而不去 加載系統的 MS CMS.DL 所以我們就可以 達到 就是可以達到截尺 好 那我實測的時候 是拿Kernel的最新版本 就是截稿前 Cover Paper截稿前 那是Kern最新版本 那你只要把一個 MS CMS.DL 然後你裡面 我擺了一個Message Box 跳一個視窗 那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成功截辭 你在打開Kern的時候 可以成功截辭到 Kern的行為 好 那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例子 是 UI在渲染的時候 有問題 那這個是在Windows7 底下的一個 實作問題 首先舉一個例子 Win Spy跟Hex Editor 是大家很常 就是如果做Reverse 應該很常用到的工具 那 我先以Hex Editor為例 那 在Adapro裡面 你可以去看 那個Hex Editor 它是打開的時候 會有一個視窗 可以讓你脫移 程式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視窗實作的時候 有一張Vtable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 就是這一份Vtable是 就是給任何視窗 要渲染出視窗樣式的時候 那告訴Windows說 Windows會需要知道說 它要需要哪些API 來渲染這個視窗 那有趣的是 它的視窗 你的視窗執行起來之後 有一個視窗的API 叫做DWM API 有一個這個API 那這個API是由 你的視窗只要一建立起來 Windows會強制幫你呼叫這個API 那這個API實作 你會說這個API實作有什麼問題 它的實作幫你去呼叫 Long Delivery A 然後去引入了DWM API.DL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到CylonD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技巧是 你會說那這是不是就是 你這看起來就是一個Negative 就是比較老的程式的視窗 產生出來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事實上 比如說大家有在寫打Net 或者是寫C-sharp的VB 或者是寫一些 反正你只要有用到 然後在Windows上 你只要想要渲染出半透明 那種美美的那種視窗畫面 基本上會用到一個叫做 UXThin的一個DL 那它是用到這個DL裡面 一個叫做 SetWindowsThin的一個API 那這個API實作有什麼問題 這個API實作到最後會去 它要確認這個視窗 到底可不可以被渲染 所以它會去呼叫這個API 可是這個API裡面去呼叫了一個叫做 DWM It's Composition Enable這個API 它去確認你的執行程式 到底有沒有開啟 它用這個API去確認你這支程式 有沒有想要去開啟視窗渲染的這個效果 可是它用這個確認的API 這個確認的API 如果你去查它的IAT表 去看它的外導函數表 它引入表 你會發現說它是用Delay Longing的方式 所以這就倒成說 我們只要有任何的視窗 然後想要開啟渲染效果 它在Check的時候 它的視窗還在Check的過程中 就被Silenting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到任何程式 就是 只要它有視窗 我們就可以做Silenting 不論是像我這邊舉例了 比如說7zip 我們執行起來就可以有視窗 然後比如說 這個是用Bowland C的寫的程式 執行起來就有視窗 然後或者是有人在打Low的話 像Low的安裝包也可以被Silenting 只要有任何有視窗的都可以被Silenting 那 對 那比如說Google Update 也可以被Silenting 對 好 那 我剛剛提到了 DL Injunction 跟Silenting的方式 那這兩種攻擊方式 為什麼會介紹它 因為這兩種攻擊技巧 可以結合起來 達到USD Bypass 那 如果你有嘗試過 用Explorer去刪除檔案的時候 刪除一些權限比較高的檔案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一個USD跳出來的視窗 問你說 你確定要刪除檔案嗎 需要使用到使用者管理員的權限 這個視窗 是由Explorer本身提出來的 你用Explorer在刪檔案 就Explorer自己跳出來 問你說你要不要刪 所以 這代表什麼 Explorer本身就有至高無上的寫入權限 所以 我們只要想辦法 把自己的惡意程式 包裝成DL形式 用DL Injunction的方式 先把自己注入到Explorer本身 然後 再透過Explorer本身的權限 去把自己的DL 再拷貝一份 看看哪一個 哪一個Windows的系統服務 有塞隆頂問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把自己的DL 拷貝過去 然後命名成可以塞隆頂的文字 之後我們就可以 劫持系統服務 然後拿到提權 再來 這個供應技巧就比較沒手 就是 Set Windows Hook EX 這個其實是 這個東西其實是 微軟提供給你 只要有視窗的程式 都可以去接聽 接聽消息訊息 那比如說你可以接聽 Gate Message 或者是拿到鍵盤訊息 或者是 滑鼠訊息 那你接聽這些訊息 你可以拿到訊息的內 它會有一個callback function 那你可以知道說 目前當前的滑鼠位置 或者鍵盤的 在敲什麼 敲什麼文字這樣子 那比較有趣的是 你可以註冊說 你用這個API Set Windows Hook EX 這個API 去註冊你的DL 告訴所有視窗說 告訴任何有視窗的程式說 我這支DL很重要 然後我這支DL裡面 某個function 你只要有視窗 你就一定要去呼叫這個function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用Set Windows Hook EX 你就可以 把自己的DL註冊成 所有的有視窗程式 都必須執行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DL 註入到所有的 有視窗程式裡面去 那 如果你沒有寫好 就跟我測試的時候一樣 就是會彈出大量的視窗 就是如果你沒有確認的話 好 那這種攻擊手法 在早期版本的線上遊戲 很多保護 就是很多保護 他們都只有check說 其他外來的程式 不准寫入我線上遊戲的記憶體 也不准在我的記憶體裡面 申請記憶體空間 但是他沒有check到說 是不是消息 有消息鉤子 那他 可是你的線上遊戲 一定要有視窗嘛 你不可能用Console Mode 在打線上遊戲吧 對吧 所以這時候 只要你的線上遊戲有視窗 我就可以注入一個消息鉤子 那所有有視窗程式都載入了DL 好 那再來一個 最近 一年前爆出來的這個叫做 Arten Bombing 比較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有興趣完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報道 那 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有一個叫做 Global Add Arten的API 那這個API允許你 記錄一份 最長255個字 這麼長的一串字 那透過這個API 記錄完之後 Windows會幫你記錄住這一串文字 然後會回傳你 一組Key 一組ID 一個數字的ID 那你可以透過 Global Get Arten Name這個函數 去對這個 上次我們拿到的ID 可以去透過這個API 拿到對應的文字 那這個文字最長就是255個字 這麼長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這時候就有人想說 那我們能不能透過 Global Add Arten 先把我們的Share Code 先記錄到 給Windows記錄住 然後拿到那一組數字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 Global Get Arten Name 要求先在對方的Process裡面 建立一個新的Thread 然後要求對方 要求對方的Process 去呼叫這個API 把我們的Share Code 給執行進來 可是你會發現說 Quarter Remote Thread 它只有一個參數 你這個API只有一個參數 可是Global Get Arten Name 它總共會需要用到 三個參數 這邊我沒有列出來 我忘記貼圖了 那所以你必須改用 如果你要要求 用遠程的方式 用remote的方式 要求其他Process 去執行 至少三個參數的API 你只能用這個 用NTQ APC Thread的這個API 允許你傳入三個參數 你就可以設定上自己的ID 然後Thread的ID 跟你的Indo 那用起來就像這樣子 你跨Process的時候 然後你先用Vitro Allocator EX 去申請記憶體空間 在對方的Process裡面 那申請完空間的時候 對方會有很多的 像Chrome 本身會有很多個Thread 那我們就可以先建立快照 然後一樣用 NTQ APC Thread 要求對方的每一個Thread 去呼叫 Global Get Arten Name 這個API 去把Share Code 從Arten Table裡面取出來 然後加載到 我們的Share Code 的位置上面去 那最後我們再用NTQ APC Thread 去要求對方去執行這份Share Code 那特別注意的是說 因為它 你用這種攻擊手法 它一次只能傳255個Byte 所以你在傳Share Code的時候 可能你是1000個Byte 你就得傳4次 你要分4段去傳 然後你也不確定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被傳過去 因為Q APC 你要等他們的Thread 有空的時候才能執行 所以這是比較 不穩定的一種攻擊手法 那最後就是 Code的部分就是 我暴力列出對方的Thread 然後要求對方去執行 Global Get Arten Name 然後去載入我們Share Code過去 然後執行起來 就可以跳一個小視窗這樣子 好 那最後這個攻擊技巧是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老技巧 然後你在Google上 可能只能找到 兩篇到三篇的文章 而且我昨天找的時候 找不到半篇 好像被刪光了還是怎樣 然後Google 反正Google顯示不出來 那 那網路上也沒有人探討細節的攻擊技巧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在Explorer 就是你整個桌面渲染的程式 叫Explorer 那那個Explorer 本身有一個視窗 叫做Share Trade Window 這個視窗體 那這個視窗體 它可以接收訊息跟事件 那它的視窗體 那它的視窗體 叫做CIMP window process 然後在底下這個視窗 那這個視窗你可以去逆向分析它 那你分析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這個視窗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Share Trade Window 這個視窗體 在接收到視窗的時候 它會分成兩塊 第一塊是 第一層面是 如果你今天這個視窗 剛被建立的時候 它會想辦法先把 你的視窗體的Handler 記憶到你視窗體的記憶體內容裡面去 然後透過Center Windows Loan 把自己目前 LPARAM的這個指標 給寫入進去 到它的視窗體的第一個位置 那那個位置 它視窗體的記憶體 offset等於0的位置 那個地方 存放的是Vtable 那最後它去呼叫 那個Vtable上 加8 offset加8的地方 去完成視窗初始化 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這邊你會說 你說底下這邊是什麼 事實上你程式開發者 可以指定 你的視窗剛建立的時候 初始化要做什麼事情 事實上就是記憶在這邊 在Vtable offset加8的這個位置 這邊記憶的point 就是記憶放你那些 初始化 開發者想要做的事情 那等到你視窗初始化完成之後 那我們剛剛說 加0的地方會放Vtable 然後加4的地方會放Handler 然後Vtable加8的地方 會放初始化的函數 那你會看到這邊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今天傳入的訊息 你傳入一個消息 就是視窗的消息 給剛剛那個視窗體 然後不是初始化視窗的消息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嘗試先 它會嘗試先 透過Vtable的 offset等於0的位置 去呼叫這個事件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來了 首先是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視窗記憶體 在Explorer裡面 那這個記憶體是 叫做Windows Class的一個記憶體 那我們可以透過 Vetro Allocate的EX這個函數 去申請一份假的記憶體 Memory layout 那這個東西可以幹嘛 那我們就可以先 申請出一段 這個我後面講 我這邊總共申請 8個Byte的記憶體空間 然後 我再申請另一段很大的空間 去存放我們的share code 然後透過Writer Process Memory 把我們share code內容給寫入進去 那這時候你會說 我們這8個Byte的空間 要怎麼分配 首先我們剛剛說它 它剛剛是不是會去呼叫Vtable上面的 加0位置 offset等於0的位置上面的事件 所以這時候 我們只要想辦法先控制 有一個位置 存放share code 然後再另外一個位置去存放 存放share code的位置 就是point to point to point share code 這種感覺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先 剛剛申請這8個Byte 先offset等於4的地方 去指向到加0的位置 然後offset等於0的地方 這4個Byte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指向到share code的位置 那接著我們剛剛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它是用getWindowLong 去存取自己的Vtable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另外一個 叫做setWindowLong的API 去指定這一個視窗體 加0的位置的內容 所以這4個Byte空間 其實這整個視窗體的內容 我們都可控 所以接著 我們就可以透過 這個 透過setWindowLong 去指定它Vtable的位置 要指向到哪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指向到 我們假的memoryLayout 那假的memoryLayout 加4的位置 地方會指向到加0 所以它會把加4的這個位置 誤以為是Vtable 然後Vtable 加0的位置 正好指向到share code的位置 所以 整個運行過程 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寫入完成 用setWindowLong 指定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隨便送一個訊息 那很多報道 這個攻擊技巧的文章 都說只能用 centerNotifyMessage這個API 事實上不是 你只要任何送消息方式 送任何的消息 都可以去戳這個漏洞 不論是setMessage sendNotifyMessage 或者是postMessage 都可以去攻擊這個技巧 那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送一段訊息給Explorer 然後Explorer這個視窗接收到訊息之後 會去 嘗試去找Vtable加 Vtable加0的位置 這時候Vtable指過來之後 會去找到share code address 然後再跳轉進來 那這個就是很基礎的 PowerLong的攻擊手法 那你會看到剛剛我們整個攻擊技巧的過程中 我們會需要去申請記憶體空間 然後用WriterProcessMemory去寫入記憶體空間 那其實這個攻擊手法還是很敏感 所以有沒有辦法 我們不用透過任何申請記憶體空間的API 也不用WriterProcessMemory的API的方式 去把自己的share code 拷貝到對方記憶體空間裡面 事實上是有 那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找這個Github 那我今天surfaced的是這個project 那去講裡面細節怎麼做攻擊的 好 我們回來這一個函數 剛剛我們說有漏洞的這個函數事件裡面 那事實上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事件裡面其實有三個地方 是可以給我們做利用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 它會去getWindowsLong 這邊我們可以去做setWindowsLong 去做控制Vtable 所以底下這三個 三個calfunction是我們可控的 可是這三個可控的話 會像這樣子 比如說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今天二一城市 自己產生了一個新的視窗 那我們今天任何城市 產生出視窗之後 Explorer也要渲染出那個視窗的效果 因為事實上視窗怎麼繪製出來 底下那個taskbar 是由Explorer產生出來的 所以Explorer必須也要記錄一份 視窗的記憶體內容 所以我們Mailware裡面 我們Mailware自己產生出一個視窗 然後視窗的記憶體內容長怎麼樣 我們自己會有一份 Explorer本身也會存放一份 所以我們可以擺放很多個 比如說我們產生很多個Windows 我們產生很多個視窗 那Explorer本身也會記憶很多個視窗的記憶體內容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玩一個遊戲 就是把我們的ShareCode 我們把自己的ShareCode寫入到Windows本身 透過StateWindowsLong 把我們自己視窗的樣式寫成ShareCode 把ShareCode透過視窗的樣式方式寫入進去 那這時候Explorer本身就會有一份 跟我們一模一樣的記憶體內容 那我們的ShareCode就成功被拷貝過去 但是我們不用申請任何記憶體空間 也不需要寫入記憶體空間 那這時候對方Explorer也有這一段記憶體空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透過StateWindowsLong 去指向到我們對方Process裡面 我們的視窗的記憶體內容 加4的位置 然後加0的位置 再把它指向到我們ShareCode的內容 我們就可以達成執行我們的ShareCode 但是不用申請記憶體空間 也不用去寫入記憶體空間 可是這時候問題來了 這個視窗記憶體空間 基本上它是不可執行的 我們ShareCode寫入上去也沒有用 所以這時候大家有玩過Punk的人 一定會知道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必須用ROP Chain 那ROP Chain是什麼東西 這東西是一個非常有雅量的東西 那這東西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有一段BiCode 是3531C090C3 那你直接用Disassemble去看它是 Eclusio然後EAX0XC390C031 那如果你從Offset等於E的地方開始看 它是XOREAXEAX然後NOPRATE 可是如果你從加2的地方去看 它是NOPRATE 所以你從不同的角度上 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就像有些人會覺得是綠多高 有些人覺得是高值 對 所以ROP是一件非常有雅量的事情 好 那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剛剛說我們ShareCode 不能直接執行 那我們就去偷Explorer本身的Code來使用 那透過我們剛剛說的不同角度的方式 去找到很多有小片段的程式碼 最後有return的位置 然後我們用那些程式碼來堆疊出我們想要的程式碼 來組出我們要做的ROP chain的攻擊 可是這時候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說我們有三個地方可以可控 就是CodeFunction的位置可控 有三個點可控 可是我們沒法控制堆疊 我們怎麼堆出ROP chain 這時候問題來了 我們根本沒法做ROP chain的攻擊 所以我們回來看我們三個攻擊 我們有三個可控的攻擊點 第一個攻擊點 它這邊直接CodeVtable的第一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把它指向到NTDL的KiUser APC Dispatcher這個API 那這個API有趣的地方是你呼叫進去之後 它會把你的Stake的Address直接Push到 寫入到EDI裡面去 之後它就return回去 就繼續呼叫我們剛剛往下呼叫的地方 等於說它這邊可以直接 你只要呼叫這個API 它只會記錄你目前的Stake Address 然後寫入到EDI裡面去 之後它就return回去繼續執行 好 那再來第二個 我們剛剛有說三個點 我們現在要利用第二個點 那第二個點 我們剛剛已經成功把Stake的地址 已經記錄到我們的EDI裡面去了 那你看Code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它的ESI已經被設置為 視窗的記憶體空間 所以它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第二個機會 我們可以去找到一個GateGate 去找到有STD 那我們可以去設定 我們要複寫方向的位置 那我們把它設定direction flag 去設定成1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控制它要往回寫入 因為我們的EDI位置比較 我們要往前覆蓋Stake的位置 但是我們剛剛透過那個API EDI目前拿到的是 比較後面的Stake Address 我們根本沒辦法利用 所以我們得透過STD 來控制Flag的方向寫入回去 然後來蓋我們的return Address 那最後第三個機會 這邊我們呼叫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找到一個像 在Share32.dl裡面 有一個這樣子的GateGate可以利用 可以去Move ECX94 然後去做Moves的寫入 那可以透過文字拷貝的方式 把視窗的記憶體內容 ShareCode拷貝到我們Stake的空間上面去 那它就會把從ESI的記憶體內容 視窗的記憶體內容 拷貝到我們Stake的記憶體內容裡面去 那完成之後 因為我們可以蓋到Stake 等於說我們可以控制最後 這個GateGate的最後return Address 是指向到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第四個機會去控制 那第四個機會控制開始 我們就可以去先把它清除目前的Flag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照著順序往下寫入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PubEx 那這個 因為我們可以在堆疊上面設置我們的內容 因為我們剛剛Stake 既然我們Stake都可控了 那我們就可以放上我們要的參數 然後寫入到Ex值裡面去 然後我們 因為到這部分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把整個堆疊都用完了 所以我們要再申請更多的空間 但是沒有Sub ESP這個指令可以用 所以我們就是用NTDL裡面這個API 來申請記憶體空間 然後最後透過WriteProcessMemory 把ShareCode從Stake上寫入到Atangent這個Function 然後最後再去呼叫Atangent 我們就完成ShareCode的呼叫 然後繞過ROP圈 透過ROP圈來繞過執行這樣子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最後就是 比如ShareCode的時候會像這樣子 它整個堆ShareCode ROP圈的內容 然後透過 它這邊主要是透過SetWindowsLong的方式 去寫入視窗記憶體 然後拷貝過去Explorer 那你最後執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視窗就暫停了 因為它整個被Lock住 然後它跳出了一個我們的視窗 這個我們DL就被載入成功了 好那 因為我時間嚴重超時了 感謝大家 那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我會後會把完整的Slide 公佈到這一個Github上 不是Github 我的網址上面 然後有興趣要跟我聊細節的可以再找我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